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教这一个为照片文字腰带 这个就文字腰带,你也可以说照片上面有字 我还加了一点点小小的互动 它其实很简单,超简单的 基本上你就开始跟着我做 同样的,我们开始把我们的composer抓出来 还不用composer,请到我的教学网站 学会用composer,它很简单,又不用钱 简单到快死掉了,相信我 就会是一个这样子 首先我们滑鼠移到这边 双箭头的时候按住滑鼠左键,稍微往左拉一下 稍微往左拉一下,按原始码 你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body 不是stagebody,body style 这边就刚才写一个640 然后下面再加一个margin auto margin 冒号分号就是这样,这个意思是这样子 这个意思就会变成是 宽度640,然后居中 有没有看到,它是居中 enter都按几下 这是第二个重要的composer设定的步骤 第一个640,居中 第二个enter一定要多按几下 这样才有编辑空间 第三个格式 页面标题属性 字编辑码 然后呢 UTF8 这是我们每次写之前的基本设置 就是符合我们教学的基本设置 首先很简单 既然要用这张照片 首先我们要决定照片的大小 然后呢 我都建议同学一定要到那个什么 我都建议同学一定要到那个 到那个Google的照片 放照片的地方把它视为公开 我下面有超天姐 你去学会怎么样把照片放在Google的相簿里面 然后把它视为公开 这个很重要 然后这样子呢 你看我们按到相片 OK 这是我上传的照片 然后我上传一堆 那这张是我们要的 对,按一下 让它变大张的时候 大张跑出来了 按右键 然后呢 复制影像位置 对不对 复制影像位置 这个动作做一下要干嘛 我们先来确定一下 然后说好 这个地方呢 插入照片 插入照片 网址跟他贴上 我们刚才把网址贴上了 对,不要使用替代文字 尺寸就会是这样子 制定大小 这个打勾 要按照它的比例 我们先算一下640 如果我们照片要的是640的话 高度是427 背下来好不好 那我们稍微调一下620好了 620413 可不可以背下来 确定稍微背下来 我也把它抄起来一下 年纪大了 才能忘记了 620413 OK 好啦,按取消 先不用管 这时候呢 我们插入表格 表格 一格 一格 一行一格 就会是这样子 就会是这样子 然后呢 你也不用管 表格这个地方点一下 如果你没有这个DOM查看器呢 下面这边应该有点一下 让它泡上来 表格 这个表格 看到TABLE TABLE就是表格嘛 按一下 让它变灰灰的时候呢 再点两下 点两下 620跟413 对不对 620跟413 所以呢 宽度是多少 像素 对 宽度是620 然后呢 高度 像素多少 413 413 OK 就是这样620 413 确定 我们表格就出来了 620 413 就是这个表格嘛 对不对 就是这个表格 好了,然后我们要把照片 我们要把照片放到背景图 我们要把照片放入背景图 放入背景图呢 因为放入背景图之后 我的上面还可以继续编辑 就是这个表格的下面背景图嘛 上面当然可以继续编辑啊 这个背景图的概念我下面也有教啊 没关系啦 不懂没关系 跟着做就对了 首先呢 我们看到CSS语法这边有个style 对不对 跟最后这个slash style 这就是一个系统 把它整个复制下来 把它整个到这个slash style 这个复制 复制 好 然后呢 我们到composer 按原始码 你会看到最上面这个地方 有没有 body有没有 body 再一个VR 一个VR 对不对 body 然后这边一个VR 对不对 把它放到VR的后面 最好都加一个VR 你不要也行 把它整个贴上 好 这个是我先把你写好的 你也不用管 这个地方就是 好 我们开始讲一下 这个就是CSS 反正一些 一些程式 你把它想象成 简单的想一些程式 我们先把 程式塞在里面 很简单 你先做 做久你就会 这要实作 这要经验值 好 那首先我们 这个叫点 点 这个有个文字 对不对 这个叫点class 点class 你不用管 先跟我背口号 点class 这边有一个 标点符号 这个点class class是班级 点class里面 有很多 处理的什么 有很多 比方说这个是要背景图 不要复制 然后宽度是570 你也不要管它 我先帮你 就是有一些要改 有一些要改的东西 就会是这样一个东西 好 然后首先 首先 OK 那张照片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那张照片吗 好 复制影像 复制 复制图片位置 对不对 复制图片位置 要Chrome才会这样子 复制图片位置 好打开 原始码 我们现在改一下这一个 这个就是背景图 背景图 背景图 把他的网址 有没有 图片的网址跟他贴上 这么长 对你也不用管他 网址贴上 那这个不要重复 如果你不懂 没关系 我下面反正我操天姐 你自己一学 不用管 刚才我们这个宽度是多少 620 对不对 把它改成多少 改成620 宽度 宽度620 高度他会自己算 那我们之前已经算过了 413 你不用管他 所以按设计 咦 怎么没有跑出来 还没有 还没有 好 然后呢 点Class 对不对 点 这个是在我们的原始码里面 按原始码 我们刚才贴进去的地方 这个有点Class 对不对 把这个点后面的 这些 Class 班级的名称 把它复制起来 括号之前 点跟括号之前 把它 复制起来 你把它复制起来 OK 按设计 好了 复制起来之后 一样我们先点一下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Table Table 点一下 绿绿的时候 点一下这个Table 就是这个整个表格 被控制起来 按HTML 点两下 属性点两下 出来了 HTML 这个地方属性 点这个Class 你会找到一个Class 等一下 高一点让你看 好 属性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Class Class 点Class 把后面的名字写上去 不要点 点不用 点不用 挂号也不用 就是点跟挂号中间的英文名字 这个是班级的名称 确定 就进去了 换句话说 然后我们把点Class 那个班级名称 里面所控制的一些代码 把功能加到这个Table 去背景图就出来了 然后储存 先按写些几个东西 把它储存在桌面上 OK 存档 然后这时候我们先来预览一下 跑出来了 背景图跑出来了 OK 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加什么 加文字 所以你点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个白白的在闪 闪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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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什么 你可以编辑的地方 我们先按Enter 都按几下 因为我们的文字在下面 对不对 就按Enter 就当作可编辑区 Enter Enter 我建议都按几个 然后再往上回推 再往上跑几个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 你按Enter的地方 你滑鼠点来点去 他才点得动 像这个刚才Enter 没按到的地方 滑鼠就点不动 没有滑鼠就点不动 就会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再往前回推几个 因为我们两个DIV嘛 好 那很简单 那首先呢 首先就什么 写个DIV DIV DIV什么 你也不用管 这就是做一个区块 这个区块里面 写东西 我们要控制 对不对 然后呢 写个什么 写个这是中标 好不好 可以 就会是这样子 然后这边 点一下 点一下 它就跑出来了 所以你下面要有Enter的空格 你点一下才能往下跑 然后我们再多按一个 好不好 再多按一个 然后我们把 我们把这些字抠进来好了 这个 这个字把它抠进来 哇不见了 啊 我们 好了 嗯 不见了就自己来 啊 不行 好了 我们抠几个字 就是比方说这个地方啊 这这这这两个地方啊 就是假设我们把它抠下来了啊 就是我们如果在别的地方先写好 把它抠下来 对不对啊 好 这时候呢我们再按一个DIV 按一个DIV 有没有啊 好了 然后按右键 要把它贴上 贴上不含格式 对不对啊 要把它贴上不含格式 哇 那个红色不见了啊 这是composer的bug啊 这是composer的bug啊 这是composer的bug 就是我们要抠进去的时候呢 如果像这个有VR的 有VR有断行的呢 他他那composer 那个DIV会不见 这时候呢跟它护原 不用怕啊 不用怕 一样 这里有这个动线点着 另一招是什么 插入啊 HTML 插入HTML 然后你把字 K上去 有没有 好自己加什么 加VR 分行啊 我们这个地方涉及到很多概念 所以你也得懂一下 这个再跟它一个VR 有没有 VR 就会是这样子 这样子 字就可以K进去了 有没有 字就可以K进去了 换句话说 你如果在table里面做个DIV 你要把字K进去 中间有bug 那个红红的不见了 你就用这样子 用插入 然后HTML的方式 把字K进去 这样也可以 不要管 这边有一个中标 这边有字 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DIV 有没有 就是这个 第二个DIV 就是什么 第二个DIV 就是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这样看 这边点一下 一个浅浅的灰色 就是这个 点一下就出来了 好 然后再过来 一样老样子 我们回到原始码 我们之前给你的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中标 小标 没关系 就是这个 这个我帮你写好了 想要研究这个的 自己研究自己看 网路都有 我都有交 这是文字的设定 点跟什么 标点符号之间的这个文字呢 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 回到设计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中标点 这个DIV 点一下 HDML属性 我给它什么 给它class 可以这样 诶 字变大了 字就变大了 就这么简单 就基本上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然后我们在那个 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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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内文 内文 内文 黑体制的内文 content 黑体制的内文 就会是这样 你看点 这个班级的名称 这边有一个标点符号 这边还有一个标点符号 我只要这个 我只要这个 再过来 就是这个文字 点一下 这个灰灰的这个DIV 点一下 变大一点 HDML属性 然后呢 class 把它贴上 就跑出来了 对不对 是跑出来了 拿储存 这时候呢 我们再到我们之前的浏览 弄一下 诶 跑出来了 哇 这边怎么好像都出来 对 因为这个 这个DIV太大了 把握握握 把握握握 让它抄出来了 那也没关系啊 碰到这个状况怎么办 回到上面 上面这个 按Delete 按Delete 有没有 按Delete 把上面的 这个VR 把上面的空白的 空白的那个什么 空白的地方把它消掉 它就往上拉了 再按一个Delete 好 储存 然后再把它什么 reload一边看看 没有 字就跑出来了 啪啦啪啦啪啦 这样就好了 这就是所谓 中标 跟这个东西 最基本的 图 文 你可以这样写 懂我意思吗 土跟文 然后我们还可以加的更棒一点 可以加的更棒一点 加背景色 加背景色 我给你写了一个东西 就是这一个 有没有看到 Transcolor 透明的背景色 你把它复制起来 你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再到这个地方 点一下 这是中标 有没有看到 DIVHDML属性点两下class 刚才有了 对不对 不用管它 中间空一个空白 按Space键 空白 再把第二个class 写上去 就对了 这里看不到 对 看不到 到那个浏览器就看得到了 这个地方一样 点一下 这个灰灰的 就是这个class 全部控制起来 HDML属性 点两下class 点一下这个地方都有空白键 然后你再把什么 这个Transcolor 那个透明的背景色的功能 再把它加进去 class的好处就是这样子 可以一直加 一直加 加到你高兴为止 确定 就会是这样子 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 好 然后呢 储存 同样的 我们再把刚才那个 鱼肉 背景色就跑出来了 超简单的吧 对不对 互动呢 同学要问互动呢 对互动 我有跟你讲 就是这个地方 我要教你 仔细看一下这里 这里有一个 补充的CSS 这个就是互动的东东 你看这边有一个什么 帽号Hover 这一个 没有 你看这个跟这个一样 在同样的地方 加帽号Hover 就是说 有这一个class的东东 比方说有这个class的DIV 你滑鼠移过去之后 会发生什么变化 对不对 我们的变化就是说 让它消失不见 这个透明度 让它变成零 就是消失不见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什么 点class有没有 把这个点class 我们刚才 复制有没有 注意哦 点有没有 标点符号 还有这个标点符号也要 好 我们把它原始码 回到原始码 把它加到style 这个style 对不对 跟slash style 把它加到里面 把它加到里面去哦 就是说这个 这个style的里面 css的里面 再把它贴上 就是我们把 这个互动的功能 有没有看到 这个transcaller 点 然后Hover 这个名称你可以自己取 你先抄我的就对了 然后它不见 就是这样 它就可以互动了 滑鼠移到有这个class的地方 它就会消失 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 然后呢 好 按储存 这时候呢 点一下 Oops 有没有 就跑出来了 哇 15分钟 这个是重新改版的 怕会不会讲的太复杂一点 没关系啦 先试试看看 好不好 这样子各位就学会了 好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